曹老师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节目呢 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曹老师的这个 去年最新的一个绘本叫做谁的礼物 那谁的礼物讲述的也是一样 主角是小兔子 然后透过礼物的这个包装去想象那个形状 那听众朋友看到这个礼物跟形状 是不是又想到这个 其实呢 曹老师在2016年也出版了一个绘本 叫做请来我家吃蛋糕 好像有点相似哦 这个主角一样 然后这个让小朋友这个 透过这个绘本呢 所来接触的这个形状啊 礼物啊 其实都有点相似 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曹老师来跟我们聊 这本绘本谁的礼物 那一样是由年金童书所出版 曹老师 那接下来跟我们聊聊谁的礼物 跟上一个绘本 是不是有一些关联性 是 那其实这个是就是 我的确有 把谁的礼物当做是 请来我家吃蛋糕的续作 那之所以称为续作 而不是续集 是因为通常概念上续集 就是可能剧情有连贯 对 那续作是这样子 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聊到请来 我家吃蛋糕啊 是一个以形状的变化作为游戏概念 来让小朋友就是 做一个动物特征的认识 或者是一个创意的启发 那谁的礼物也是围绕在一个形状的主题 那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故事的内容 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发现说主角一样是小兔子 那其实就是想说 一样让小兔子跟他的好朋友 小熊小猫小猪跟小马 一起来跟小朋友玩形状的游戏 那我这次把场景设计在说 想象这群小朋友可能去 像幼稚园后上小学了 所以故事一翻开是发现 他们的老师在跟他们说话 那他们老师是一只狮子 他们的老师师老师说 明天是同乐会 老师准备了礼物要送给每一位小朋友 那因为每一位小朋友 小朋友都很喜欢礼物 没有人不喜欢收礼物 那每个小孩都非常期待 所以他们第二页翻开来 就会看到没有文字 但是每个小朋友 手上一边吃着点心的面包 一边心里都想着 他想要的礼物是什么 那其实这一页还蛮关键的 因为可能小读者 必须要去指认说 每一个小朋友小兔子 他想要的礼物是红萝卜 小熊想要的礼物是手套 小猫想要的礼物是调色盘 小猪想要的礼物是机器人 小马想要的礼物是玩具车 那这五位小朋友想的礼物呢 他就是我就是把图像画出来的目的 就是要让小朋友看到 说这五样他们想要的礼物 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外形 所以这本书的第三页翻过来 就看到说第二天到了学校桌上真的放了五个包装好的礼物 那结果这个他们老师包装的技术有点超现实 就是我们一般现实生活中包装 大概就是正方形圆形一定会找个盒子把礼物给装起来 那结果没想到我们绘本里面的这个礼物呢 包起来外形看起来很像刚刚前面小朋友心里想的礼物的外形 这个包装过后的这个礼物每一个都很像这个小动物 他们自己想象他们想要得到的那个礼物 他就指着一个外形像是棒球手套的礼物说 我知道这一定是我想要的棒球手套 那故事的前段就是接着就是每一个小孩进到教室都觉得说 哇这个是一定是我想要的礼物 而且他们还很惊喜说 哇老师都知道我们想要礼物 老师超级厉害的 那接下来就是故事的转折了 就是老师进到教室里来之后 他说这是要给你们的礼物 没错 可是你们都拿错了 那结果老师首先就跟拿了红萝卜形状的小兔子说 你拿错了 这个是小熊的 那这边可能小读者就会想说 小熊想要的不是棒球手套吗 怎么会说这个胡萝卜形状是他的 那其实在旁边这一页就是有好像X光透视一样让小朋友看到 那文姿是说小熊拆开礼物发现 哇不只有棒球手套还有球棒球和帽子 那空中的听众可能会比较难去理解说 这是怎样的一个转折 那所以我在这边形容一下 就是说大家刚刚可以想象就是红萝卜他形状是长长的 那棒球的球棒也是长长的 所以我是把球棒跟棒球手套棒球帽还有棒球就是组合在一起 让他组合成一个很像是外形看起来像很大的一只红萝卜的一个礼物 那其实这个故事接下来就是这样一直推演下去 小朋友他们都发现他们礼物都拿错了 那经过老师的老师告诉他们说哪一个是谁 他们拆开来都发现说 哇那个礼物都不是原来他们想象的那样 可是也都还是他们想要的礼物 甚至都有一点进阶或者是变化 那这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藏着的一个算是转折跟惊喜 就他们都得到他们想要的这个礼物 甚至呢那个礼物还超过这个还有这个全套组合就对了 不是只有单独一件好像都有一点升级这样 或者是有一些变化 然后透过这样的包装的这个拆开之后呢才发现他们的礼物真的就是他们所想要的甚至还超过他们本来的一个样子 所以这个狮子老师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你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老师这个角色你会不会有点难难去到底用什么动物来画比较适合 因为这些小动物都很可爱嘛 那如果比较高年龄的这个小朋友就会画说 就会觉得说狮子狮子不是会吃掉他们吗 还是为什么还送他们礼物这样 对可是其实我当初一开始在想说要画他们老师的时候 我就想好说我要画一只狮子当他们老师 因为其实就是有点想要颠覆 而且其实我本来想说那个也是想要隐藏一些就是性别的意识在里面 当然这样讲是有点就是讲了有点扯远 不一定完全是那么清楚的一种性别意识 但是就是比如说我是想像说小兔子他们在上幼稚园 那我们可能性别科码还是觉得说幼稚园老师大部分都是女性 所以大家翻开这本会本的时候发现说狮老师是一个有中毛的狮子 那一般读者在读的时候可能是不会想那么多 可是我就设计说他其实是一位温柔的男老师这样子 所以都颠覆了就好像你这个形状这个外观 其实跟你想象的其实是里面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这是从事创作绘本这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表面看起来其实好像都很简单 可是如果深究下去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创作者他个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个巧思 或者是要带给读者的一个惊喜 算是就是会想说要在一些细节里面藏一些讯息 那如果读者有发现那他就增加他阅读乐趣 如果他没有发现其实也不影响就是整个故事主轴的发展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读第一遍第二遍也许你不太容易会发现这么多 对不对 有时候绘本就是因为重复的阅读的一个乐趣 让你去另外再发现 或者是说你读的时候你想不到 可是小朋友来读他就想得到 因为小朋友他的这个直觉更敏感 这是真的哦 就是其实我的确是尽量都在我的绘本里面藏一些小细节 那这真的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一般读者可能会觉得说哇绘本那么薄 然后字那么少 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一种读一遍就不需要再管他的书 可是其实大多数的创作者真的都是会用心在里面藏一些讯息 是让大家一读再读都会有不同的发现的 那刚刚我提到说小朋友他们有时候比成人还要更有直觉 其实我在这边就不透露好了 其实在我们刚刚谈的上一本《请来我家吃蛋糕》 里面有一个小细节 有一个故事妈妈她跟我分享 就是说她其实她已经去学校讲这本书很多次了 那她儿子年纪很小也还在幼稚园 也跟着她读这本书很多就是很多次 然后这个故事妈妈她说有一天她儿子跟她说 妈妈那个小熊的头上面肿了一个包 她说她从来都没有发现过 对但是她的小孩 我想这真的就是刚刚讲说 因为学龄前的小孩她在读啊 她其实是读兔 那文字是由成人读给她听 她耳朵在听 可是她眼睛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发现我藏在里面的小细节 那我真的觉得这很好玩 我也没有想到说故事妈妈会没发现 那个小熊头上肿了一个包 那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是一个藏在里面的趣味小细节 它也有它真正的原因 但是它并不影响故事的进行 但是它可以增加读者自己去发现的时候的一个乐趣 对因为我们大人在读的时候会太过于专注那个文字 然后以及这个剧情 或是主轴的剧情 对到底这个绘本到底要交代什么 所以我们会读字又读过去 那图就简单看过去而已 那小朋友因为他不太认识字 所以才需要说 有时候绘本都是要大人念给小朋友听 那小朋友只能专注在画面上 所以他们在画面上就会发现更多的一个乐趣 那曹老师你过去有这种拆礼物的那种惊喜吗 就是外观是这个样子 最后拆开的时候居然是另外那个样子 其实刚刚是说就是 我的绘本或者说我的创作都跟生活实际的经验有关 那其实谁的礼物也是 但是他并不真的是那么直接 就是说拆礼物 发现不是我所想的礼物 而是就是有一次跟朋友们在玩交换礼物 那大家要用抽奖的 那就有人拿出了一个包的看起来很像香肠形状的礼物 那我跟我一个朋友就对看一眼 然后就想说今天不太可能有人送吃的 所以他应该不是香肠吧 那因为好像那是一个很大的交换礼物的场合 而且那个香肠形状的礼物后来也被我们一个不认识的人抽走 所以我并没有办法去真正知道说他里面是不是真的是香肠 可是他的确就是我的一个点子的起点 说对耶 就是如果关于形状这样子的主题 包礼物他也是一个会发生在我们生活中 跟形状有关的一个变化 或者是有一种可能奇奇怪怪的可能性的发展的一种起点 好那最后曹老师帮我们来总结你这个绘本 谁的礼物2018年年底出版 然后联金同书来帮我们做一个总结 是那刚刚就是前面有提到说 谁的礼物跟那个请来我家吃蛋糕 这是一个就是系列的作品 那其实都是想要以形状作为主题 来跟小朋友就是启发他们的创意 然后让他们去注意到说 我生活中有很多不一样的形状的变化 那其实也是就是刚刚在讲说 虽然我们这个故事里面是以就是礼物的包装作为主题 可是我也是在想说 其实形状联想的游戏 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随处可见的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天空的一朵云 你会觉得说啊他好像一只鲸鱼 或者是你跟小孩走在路上 你们就可以讨论说那个云是什么东西 对那甚至有的时候在街上的车子啊 那个车头灯跟引擎盖的线条 会让你看起来觉得说哇他好像在对我们微笑 或是他好像看起来很凶猛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生活里面的小乐趣 那你有孩子你可以跟孩子玩这样子的形状联想游戏 你没有孩子你已经是一个成人 其实我觉得也许他也是一个让你重拾同心 或者是让你生活有一点调剂的一种小气急这样子 好今天非常谢谢曹一新老师为大家介绍他的绘本 谁的礼物联金童书所出版